這段時間,大家開始注重健康 平時不蓋屁的那些,這期都蓋三張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講保險 我不是賣保險給你,不要誤會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險黑暗的冰山一國 當然還有很多光明 跟之前一樣,今天又是拿美國來舉例 通常公司一大 無論自己怎樣為人民服務 肯定被人批評,被人噴的 無一例外的 看看幾間大公司,例如蘋果 大家都會少它貴,定價太高了 沙特的亞美石油公司來到美污染大湖 微軟就搞了這個系統壟斷 而Google收集了私人數據做壞事 亞馬遜被人噴他工資低,工資低,不交稅 巴菲特那家公司投機分子 特斯拉就不用說話了,過馬路見到他 你不讓法拉利也要讓他 不然不殺車撞過來 聯合健康呢? 等等,聯合健康是什麼實? United Health Group 聽都未能聽過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United Health Group 聯合健康保險 5000億美金身價 但你,甚至是很多美國人 都不知道是什麼實 只知道是賣保險的 但全世界5000億新價的公司 十隻手指都數了 其中之一 公司有分危險和不危險 例如某些可以引導輿論的 就屬於危險的 他們是哪些呢? 就不說了 騰訊和聯通合作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剩下的 無法無天引導輿論下去 都是遲早的事 但保險公司 又有聯合健康這些 搞醫療保險的 是否危險呢? 有人說不危險 這些保險公司 簡直將雷豐精神發表到極致 是為人民服務的 但又有人說 現代醫療行業的所有問題 背後的原因 就是這些醫療保險公司 是不是呢? 保險公司想賺錢 只是兩條路 將保費收入最大化 將理賠支出最小化 沒有其他路 收入最大化 就不難理解 所有行業 大家都這樣做 但支出最小化 就有點混蛋 尤其是保險公司 保險行業 甚至可以叫做邪惡 為了理賠最小化 保險公司 會不懷餘力 會令你兌現不到的 就像勸你戒煙戒酒戒女 好事來的 但如果勸你不要去醫院 就糟糕了 但這些就是 五千億美金的大佬 賺錢的真相 你或者美國的你 有沒有想過 車險由自己交 人實保險由自己賣 其實國怪的 保守保腳的保險 都是自己賣的 但為什麼醫療保險 不用自己賣單呢? 除了你是自己開公司的 自己賣給自己之外 所有的醫療保險 都是由老闆賣單的 每一間公司都說自己 因為我們關心員工的健康 每個員工都應該 獲得良好的醫療保障 你一聽 就只是廢話 其實公司幫你買這些 醫療保險 我指美國 是一個新發明 絕對不是為了關懷員工 公司贊助這些保險 起源在二戰 當時美國的經濟 因為打仗 發展到好也不能再好 但通脹呢 也一樣高度不能再高 所以很多公司都願意加工資 來吸引人才 但美國政府 就不希望他們這樣做 他們擔心工資上漲 會令通脹更加厲害 所以在1942年 出了一個法案 在正常的情況下 隨便加工資 是非法的 對僱主來說 簡直是良修法案 但二戰之後 一群優秀的男男女女 失業了 因為沒有仗 打沒有公開了 為了吸引這些優秀人才 很多僱主都開始提供醫療保險 這些福利 後來成為一種標準 開始是好事來的 但大型的僱主 和保險公司 就開始利用這一點來做事 所有人都知道 小的公司 或者個人 是永遠都沒有辦法 跟保險公司講數 談不出一個好價錢 但大的公司 不是 幾千個員工 就可以獲得一個好價錢 所以為了員工 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 就沒有那麼容易轉工 你應該都聽過 都是國企好 都是公務員好 這些什麼 那怎樣好 就是福利好 其他人都想不到任何好東西 尤其在能力增值方面 有一個著名的機構 叫哥粒 做過一個研究 六分之一的美國工人 認同這件事 因為公司福利好 醫療保險夠力 所以他們不會考慮轉工 對於保險公司來說 簡直就是福音 雖然賣給大公司的保險價格 會便宜很多 但減少了99%的工作量 不用幾千萬人 再加個活泊門去賣保險 搞定幾百間公司便可以 省不少 基本上可以算是壟斷 對於公司來說 不用說什麼性價比 只要便宜一些小公司 或者個人 便會有競爭力 幫他們打工的朋友 便沒那麼容易走 有了這些醫療保險 但在美國 有這些保險 不代表老人家 可以去任何醫院看病 醫院不可以拒絕醫理 因為是違法的 但聯合健康保險 便和某些醫院合作 例如一家叫做 聖大維斯醫療集團 聖大維斯醫療集團 他們兩家公司 有深度合作 去A醫院看便是全價 給到五折或是免費 我想他們會選擇 一定是定點醫院的 而這個聖大維斯醫療集團 給予一個很便宜的設計價格 給聯合健康 因為他們的客人多 但他們的醫院 都要開車 開十幾二十公里才可以到達到 這樣便可以減少醫院的頻率 有時那時候 心想 我開車到達都暈了 昏迷了 不然 樓下藥和自己搞定 便很固定 現在就黑了一筆 而且保險上面 有大額免費 那是甚麼來的呢 很多朋友 買了N年的保險 可能都不清楚 我們舉個例子 你的保險合同裏 有寫一個免費額 例如兩千元 如果你是看病 埋單一千九 那對方就暈倒了 這千九 自己搞定 保險公司是不會還給你的 所以你買保險的時候 看清楚這件事 是不是覺得損我 給10元有100萬保額 50萬以內都是自費的 50萬以上才可以賠 賠付了90% 給60萬埋單 實際保險公司 還給你9萬 自己騰51萬 等於買了5次雙息球 雙息球有機會中 但這10元保險公司 是承受你的 不可以叫做烤炸勒熟 但就是承受你的 你明白我說甚麼 在這裏拆條廣告 先介紹這三毛產品給大家 沒有香蒸 沒有味蒸 沒有色素的午餐 可能現外 新鮮蔬菜廣東人會噴它 但不可以否認 早餐或者半夜肚餓的時候 可以救你命的 我就買了很多錢 來看看 一兩塊 這東西的好處就是 不用靠老婆 獨立包裝 吃多少呢 就開多少 不像普通的罐頭午餐肉 開了不吃 就容易爛 那就浪費了 賺錢很難辛苦 這隻午餐肉 是用黑豬肉來做的 不是醫給你 黑豬肉 不要誤會 它的鹹度比較低 相對來說是健康一點 燒起六個麵 放兩塊進去 整個馬丫腦都回來了 就這樣吃也可以 吃點蔥口味火鍋 例如重慶火鍋 放進去也不錯 強烈推薦 宅男必備 連結放在下面 感興趣的朋友 點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看不到 都很正常 不封我封誰 點頭像 進去主要住窗 就可以看到了 買的話 建議買原味的那隻 其他那些 我覺得是一般的 講個結束 我們回到主題 這間聯合健康保險 有史以來 最賺錢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20年的第二季度 當時新冠大流行 這個季度 聯合健康 賺了66億美金 是平時的兩倍 因為這段時間 美國人說 非緊急醫療 暫停 即是在聯合健康 最近 賣單少了很多 現在就算是需要看醫生 也怕新冠感染 不敢去醫院 省了很多 如果沒有公開 沒有人幫他買健康 在這段時間 都加入了 醫療保險大軍 所以最危險 就是他最賺錢 那時候 他們還勒索美國政府 不過這些就不說了 話說 冰山一角 就是冰山一角 現在有些美國公司 開始醒覺 或者叫做覺醒 例如Netflix 他們找到自己的員工 搞單一購買 把錢用在刀刃上面 也是聯合健康 公司最害怕的 公司會提供保險 但作為員工的利 可以拒絕 可以選擇 拿1萬5千美金 叫做健康保險信用 看病 公司報銷 如果越來越多 公司這樣搞 那些所謂的 醫療壟斷 就會終結 世界是向好的 這些利用人性 和漏洞 來賺錢的公司 應該就會越來越不好 下次見 拜拜